我觉得价值可以透过创造团队的价值 我们这个行业 个人的成功不算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伙伴 获得更好的生活 那是一种不一样的价值 所以这几年里面我觉得我很感动 我一直影响了很多的年轻朋友 很多年轻朋友在我们的团队的引导之下 看到他们的不一样 他们的人生不一样 我从我过去带进来的很多业务总监 今天他们都很有成就 有些身家都很好 身价也过得非常地棒 我觉得这是我们行业富于我们的 不只成功 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成功 影响更多人成功 这是一种价值的创造 让伙伴成为有价值的人 成为行业的代表人物 我觉得说这几年里面 我都在公司里面培养最多的新人奖 培养最多人的海外旅游奖的奖项 都是记录在破记录的 我的记录是我自己来破的 因为我公司应该是我自己在破我的记录罢了的 最多人qualify公司的新人奖 海外旅游奖 什么都应该都是我 甚至整个同业 然后我也一直安排 甚至提报我的年轻朋友 让他们走上舞台去分享 因为觉得分享可以让一个人生不一样 我今天因为能够不断地 想要做得更好 是因为我一直站在舞台分享 每次你站在舞台分享 就是告诉自己 你要继续做下去 所以有一天 我退休就是我不站在舞台 但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有很多人可以站上去取代我了 因为我的使命就是培育更多优秀的年轻人 我的团队年轻人都不错的 很多都很帅 但是我告诉他们 帅不一定成功的 你看我就知道了 帅是一个优势 但不一定成功 对时下人有责任 我觉得对年轻人要有责任 我们要鼓励他们做对的事情 要影响他们做正确的事情 因为这是我们对年轻人跟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